台籍嫌犯被遣送中國 我國外交部提出了嚴正的抗議 不過菲律賓不只表示 不會向臺灣來道歉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理事主席 培瑞斯他還說 菲律賓是做了好事 在此特異例 我相信 那個菲律賓 做了台灣的意見 因為如果14國內容 被拘捕到台灣 但沒有案子被罰了在台灣 在台湾,他们再次允设他们在这些特别的行动。 如果在台湾的事件被判断在台湾,可能, 可能,台湾应该被判断到台湾。 我非常忧愿这个事件。 我希望,在台湾应该被判断, 我们可以认为, 未来的事件会有相似的事件。 未来的事件会再次发生。 陈瑞斯呼吁台湾体谅菲律宾的做法, 他表示菲律宾其实是为台湾做了一件好事, 让这14名台湾的嫌犯能够面对犯罪的后果。 但是外交部对这项说法是无法接受, 认为这是菲国的推托自辞。